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才算老中青三代了 对了 我是特别您看 您就是82多 82 28 咱们今天来这个老中青三结合了 我就觉得你跟这个格子 他叫司徒格子的笔名 邵华 你们的对话肯定很有意思 一老一少 但是咱们要聊聊文艺女中年 可以 因为我去念一篇文章的开头 这标题叫 为什么文艺女青年 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 有一个人 作家卫会 您还记得 最近成了热点 就是说 久未露面的作家卫会 在一个网络视频当中一露面 不少网友惊呼 说天哪 这居然是卫会 曾经是新兴人类代表的卫会 穿了一件深色的棉麻素袍 面相多了几分中年持重 一改昔日情欲写作的前卫形象 过去卫会 我们的理解是所谓拿身体写作 上海宝贝 更关键的是 卫会自述了他近20年的经历 自称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最勤奋的 海陵阁家牌师之一 您知道什么叫海陵阁家牌师 不知道 这是在西方比较有名的 这么一种身心灵 您可以这么理解 他就认为 你的困惑苦恼等等 都跟你整个家族循环着的某种 能量流通的平衡 有关系 反正他现在是上了这道了 说他自己的奇经拔脉都打通了 往日的叛逆女作家 如今成了精神导师 卫会的转变也并非孤立 当年的文艺女神 绵绵安妮宝贝 一个个都走上了灵修之路 网友的神评是 年轻时浪购了 脱下五鞋 穿上僧袍 开始赎罪 这个格子你掌握什么信息 我为了这节目 我昨天重看了一遍上海宝贝 你就看他 年轻人看这个就火力太棒了 对我还是把持住了 他把这个欲望写到了几乎是极致 他同时脚踏两只船 一个占有他的灵魂 一个占有他的肉体 然后我又在看这个视频 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可能有一种人真的是一种性格 极端的 我不能说极端 应该叫黑白分明的性格 就是我在这个欲望这条路上 也可以得到极致 我在这个穿着棉麻布衣服 在这个渡世人这条路上 我也可以得到极致 我觉得就是这种黑白分明啊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可以是光芒自射的白 到他上了岁数之后 他这个黑啊 也是苹果说那个叫什么 比黑更黑 也是发光的一种黑 不一样 你这么看 那王宝老师 我得问问您了 您作为一位这个老共产党员 这些年特别流行 而且特别是作家圈里 很多人谈这个 就是这个灵修啊 修行啊 您怎么看这事 我可以说一些我知道的情况啊 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作家 也是好的朋友了 就是贵州的这个何世光先生 他文字写得非常雅 他有点五四时期的那个什么 那批文人写散文的那种风格 他呢 这三十年来吧 他是集中的就是学佛 信佛 而且呢 他非常诚恳的说 就是他现在的全心全意的 就是等待着自己能及早的死 死亡 进入就是往生 进入另一个世界吧 进入这个极乐世界吧 而且他还写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他这个 从学佛以后啊 有一些看到一些 像稀奇古怪的各种事情 包括人的前生啊 了解了自己的前生 了解了别人的前生 他很深沉 他也不诈呼 这也给干什么 这是一种人 但是我知道呢 他在这几十年中呢 自己呢 经历过一些感情上的这种 波折 或者这样一些 也也也也 或者也蒙手 或者有遇到了某些痛苦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那个 咱们上次聊过的 张铁林 张铁林 对 坐床 坐床 那个呢 就对我来说 就是喜剧性的了 因为那哥们啊 他 后来现在这也 也不提坐床的 是不是当了活佛了 还是就是承认自己 不是活佛了 还只是表演一次 我就 后来出了一个 活佛在线查询系统 专门针对 你知道我们朝阳区号称 有30万人摸切 我后来想 东北口音 也没有读过佛经 我后来想了想 这个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朝阳区的这个 2015年的GDP是4600多亿 而西藏和新海 4400多亿 那我们这个藏传 我们这个活佛的比例 应该是跟成真正比的 所以他要去的这个活佛数量 是多于藏区的 他这个经济发展联系 这个 还有我有印象呢 就是那个女演员 她不是有癌症 后来就 陈小旭 演林黛玉了 林黛玉的陈小旭呢 这个我们当时都非常同情 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 他自己得了重病以后啊 精神上多一点寄托 这个我 我就是感觉非常同情 我对他的早适呢 我也觉得是 真是有点 人 现在已经 他就念佛求生净土嘛 甚至听说是 那就到最后 他就拒绝了这个医疗了 就是 我就是念阿弥陀佛 就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他想医疗 但是 就是 他所崇拜的一位 佛学的大师 法师吧 禁止他去 这个是不是可靠 您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 但是我特同意 对个体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要同情 但是呢 对于群体 比如说文艺女青年 一旦到了上了岁数之后 他群体性的选择灵修这个现象 我觉得是 有可批判之处的 可批判的在哪 我觉得 人是这样的 人可能 你看 假如说这个文艺女青年 她19岁能写出来青春万岁 那可能她后来就不会躲上灵修之后 我就是上海宝贝呢 我的意思 有一句话 叫做 人年轻的时候 容易把创作 冲当作 创作才华 就是 她实际上后来发现 她的 她个体是不能承载她的理想 对 于是呢 退而却去死 这个 王老师对她 这个说法 我就说的特别好 有对于 有的 特别文艺界最多 其实不只 我可以 对 就是对于有些人 她 成功 命运的 或者负面的发展呢 都是她自己所理解不了 控制不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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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hold不住他的命运 所以他自个儿的精神 就处在一个无法安放 无法控制的这么一种状态 比如拿卫会来说 他那个作品当然在咱们国内 当年他火的时候 您是认识他的吗 我想想这个人我见过 但是没有能够形成交谈 他的作品里的肉欲的那些东西 我还也没看 说实在的 我可能从小受家庭教育 不爱看这个 金铭雷这个我都很难耐心看下去 不是黄色小说的读者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可是他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印象 他写的一个小说写一个人 写一个青年 说这个人家怎么这么老气横秋啊 他说我出生那天就退休了 这个话呢 有一点 有一点 分量 不是说他对的有分量 我们现在不是来判断他是 是非 而这个话 我一愣 我一惊 他是有力量的 是不是啊 我一惊 从出生那天就退休了 这个话说也说的很极端 对 就是我和这个社会没有关系 我和人群没有关系 我和自我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 这算不算一点厌世倾向呢 也不能算 其实又无主义倾向 我也会有一个偶像是那个 Henry Miller 写北回归线 亨利尼勒 对 和那个南回归线那个 Henry Miller你就很难说他是厌世 你只能说他的表达是偏向极端的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对 我也会是很像的 这一点 但是呢 他那个上海宝贝以后吧 弄得在境外吧 成了一个 成了个三波队了 就成了个人物了 对 成了个人物了 到底怎么成的人物啊 也没有 没有人去研究他 也不会有人去对他有所切磋 引导 引领 咱们不能这么说了 他也不会接受任何人引领 起码可以和他切磋讨论 但是我那么设想着 就是这么 腾一下子就起来的这个吧 也会很快的就失去这个热度啊 我明白 您如果是见走偏锋 起来的 你想说很快也就 还有天天议论你 什么呀 议论你一年了 议论两年了 同一年 比如说您把这个姓玉 写得非常的鲜活 生动 诱人 第二年 你自己超不过这个 哦 就心里的这种失落 需要找寄托 其实 包括很多大明星 他们是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对 而且因为这个事儿吧 火不火啊 这事儿真的偶然性 归咎于命运的太大了 对 那么这并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 你想明星的这种啊 这种幸运 所以呢 这也是就是说很多这个娱乐界的人 喜欢找某种信靠 我跟你说 文艺界还有一种人 和魏惠这个完全相反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 我记得也发现 比如说获得一个大奖 或者担任了某种领导职务 他也找不到自己了 就 他最好的办法 其中一个办法呢 就是不再从事自己的这个 文艺的这个本行本当 这个行当他不从事了 因为他从事不了了 您比如说 因为他一下他的身份呢 就是他自己 我写小说的 是吧 写故事的 跳舞的 这都都很好办 现在比如说 我担任了一个领导职务 像您那当部长了 这个 一样 因为我不当部长了 所以我才能够比较 写作上啊 而且我一直抠斥着这个写 我非写不可 死写不可 但是也有一条 就是没有当部长 当了一个小一点的长 就马上就 咱们俩就没法在原来的那个生活道路上行进 我觉得我 王某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对了一点 在于这可绝对不是个文艺界的独有的一个现象 对 这个呢 是你看有有钱的 我们看到素人 为什么那么大规模的灵修 也是在这 在这里 那个 就是人啊 需要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承载自己 年轻的时候 有可能那个更大的东西是房子 是钱 可是他有的人就是挣了很多钱 就是有了无数的房子 无数的车子 那个东西再也承载不 不能够成为他的寄托了之后 他必须得找个新的 就是那个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嘛 嗯 马斯洛有一个需求曲线 五层啊 嗯 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 然后安全 社交 对对对 最上面是这个自我实现 实际上马斯洛在去世之前 把这个五层上升到了六层 哦 第六层是什么呢 自我超越 就是灵性的东西 他就说 他就说这里面他的关键词就是 天人合一啊 灵性啊 这些东西 那马斯洛自己还说 说到这一层的 可不只是宫教界人士 音乐家那些 也包括什么事业 事业有成的经理人 企业家 为什么呢 这些人实际上在下面五层 已经全部实现了 哎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挺简明清楚的 就是说啊 这个人呢 好像是一种啊 不满足的动物 对 就他老要不满足 我记得你看这个 风思凯 他是李淑彤 就是红衣法师的学生嘛 嗯 他分析李淑彤 他就说一个一个人一开始就满足一些生活所需 然后呢 他认为你的这个心灵需要啊 哎 会再上一层楼梯呢 就是艺术 在审美里实现这个超越 哎 满足自己 他说 但是呢 如果你再上一层楼梯 那就是宗教 就到最后连这个艺术和审美都不能够满足你的时候 这个 这是就是从人的精神追求这个角度上说的 我呢 有时候还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你的命运和身份呢 把你的自我给消灭了 哎呦 嗯 比如说你现在是 一下子你现在是高级领导 那你 你原来是唱歌的 你最好就别唱了 是吧 原来你 你说相声的更不能说了 是吧 你还说 也甚至别人一提你说过相声 你想灭了他 是不是 江青他就绝对不愿意别人提他演电影的事 是 是 连蓝萍这俩字如果你敢透露出来都不行 那么你从他这个心理上你可以看出来 他自己有一种叫自己hold不住自己 hold不住自己的命运 更hold不住自己的命运所带来的一些 洪流的知识 带来的启发 也hold不住自己的在这种 巨大的命运的反差当中啊 应有的对自己的一个把握 所以很痛苦的 哎呦 我觉得您这个思维啊 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你看 这里边就让我想到了马克思讲的 这也是一种人的义化 人的义 有时候这个人呢 你会被你的社会角色 对 社会身份 把你变成了你以为不是你的一个一个一种角色 是吧 而且呢 这还就是说人的社会身份 社会角色 人的命运臣服 实际上反过来又决定了你是谁 而且你知道我会怎么想 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富裕阶层 会去走上灵修之路 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变化太快了 有很多的富人啊 他一下子变富足 他回头想想说 以我这能力 我这知识 好像不该啊 真的是不该 就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有钱 这么有社会地位 等于说 这对他来说 本身就很像一个玄学的事情 所以他只能转向他认为的更玄乎的东西 来去让自己承载住他 所以这里边他讲这个开始赎罪 赎什么罪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赎这个原罪 他赋得莫名其妙的 就是而且还有一点 那个这个王老师 你看你们是经历过这个思想改造运动 我就觉得这个事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啊 思想改造灵魂改造这件事啊 从来就没有消除过 一直到今天的成功学 因为他们现在讲西方很多这种灵修啊 哎 我们得承认 比方说你看戏剧学表演的学生 他第一课叫解放天性 现在有些啊 被这个公安查了的 有些个在中国在中国大陆境内搞的有些个这种培训呢 甚至于呃就是性解放 嗯 甚至于搞到换妻换夫 但是他里边有个基本的原理 就最后就是说啊 你要解放自己 比如说陌生男女 你们要互相抚摸 甚至不为抗拒发生性行为 但是这样呢 你们能把自己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啊 得到某种净化 从社会给你的种种清规纪律当中 解脱出来 解放出来 您觉得这算一种灵魂工作吗 我我我这我对这个呀 就不能够完全理解 我相反的 这里的说明人的一种脆弱 我总觉得 人有他非常脆弱的一面 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呢 一下子变得成功了 嗯 或者是职位级别高了 或者是金钱多了 或者是一下子明良四海了 但是与此同时 他是有代价的 是不是 首先他年龄越来越大了 嗯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他40岁的女性 和那个20岁的女性 30岁的女性 心情感觉 心情已经不同了 他已经在某些方面呢 那更不用说 那80岁的男性了 是吧 他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冲了 呃 原来的时候 那个 那傻不愣腾 还有骨子冲劲 是不是 我这边失败了 这边受到谴责了 呃 尤其现在这个世界 你要是在这一面受到谴责 那一面就 不管你是实际上 你有价值没价值 都有文房 哎 但是王老师 您您说 您这也算是心灵工作者 心灵工作者 哎 您这个 您觉得 呃 就是您就没有心灵的需要 或者灵魂的需要 有 寻求一种最高存在 太好了 您说的好极了 就所谓终极的关怀 这个是 当然是有的 但是对我来说呢 就我这文学本身呢 已经给了我很多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 哎 比如说我 2016年我写的小说 呃 叫女神 和 你从这个题目上 你就可以知道 呃 我有 我有一种 比如对人的情感 呃 对人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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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代史吧 幼年 啊 这个 呃 少年 青年 壮年 什么这一直都 这一直咱们都混到巴尔多了 是不是啊 呃 这个 这些东西来说 对我来说 对我的心理的影响太大了呀 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 我巴尔多了 我还能写小说啊 也是对您来说 您的作品比您更大 对啊 他就 这个作品本身呢 就就也 就以 他已经能hold得住我呀 哦 我不会发狂的呀 是不是啊 我觉得我的不停的 我在那还写着东西呢 就是蔡元培的话 以艺术代宗教啊 所以啊 唯一的这个问题叫 安身立命 对 这人活在世上 每个人都得找到 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 对 哎 那格子 你看前几天 咱们还在说这个王菲的这个事 王菲就有名的 对 你怎么 你怎么分析他的心理 我觉得 我觉得王菲就属于典型的 他可能没有那么的爱音乐 我这个话可能会得罪人 但是你看音乐是承载不了他的 所以他要去庙里面去 用他特别美妙的声音去 我今天还看照片 在陕西那个寺里面读心经 嗯 就是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可能比音乐更能承载他本人 如果音乐能够承载他 那他就会像鲍布迪伦一样 到现在我看鲍布迪伦官网上 一个月时常演唱会 并且以这个理由 没去参加美表演讲的那个颁奖礼 对吧 哎 那人70多岁了 一直音乐可以承载他 哎 这个追求灵魂的需要 甚至是追求上帝和超自然的这个存在 这是良性的吗 我觉得是良性的 我们 我们人活在宇宙界 其实 王老师现在80多岁 其实80多年也是很短的 我这20多年 看上去更短 其实也差不多 对于宇宙来说 对于一瞬间这样的 当然一瞬间的事情 他呀 是这样 这个宗教啊 这个理解上啊 也定义也都不一样 对 一种呢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就是由于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由于人对社会 对人生 都处在一个被动 甚至于是受到折磨的这样一种情况 是呀 所以需要寻扰一种 能自己稍微 哪怕是制造一种 能让自己安心一点的 所谓人民的哑片 这个 马克思说的 说宗教是人民的哑片 对 但是这个 钱仲书先生说呢 说马克思 那时候说哑片的时候 哑片还没有成为毒品呢 反正 就不是个外套 药品 药品 就是麻醉药 简单的说 就是人民的麻醉药 但是我也看过呀 另外的一种说法 就更学理的说法 说什么叫神学呢 就是终极卷著 就是终极关怀 对 简单的说呢 我们一般的谈 谈人生呢 是谈那个 就是有限的具体的数字 具体的存在 但是说到终极的关怀呢 就是对无限 无穷的一种追求 或者一种询问 当然一无穷呢 这弄不好也弄乱了 走火入魔 也走火入魔了 我觉得在后现代 把意义消解之前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文化界 知识界一个共识 现在很多东西都被消解了 我倒反而想到说 为什么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 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灵修 甚至很多欺骗的存在呢 对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食物链 这个现在的这个富人阶层 我们笼统的说 这个阶层呢 他们这个去一定成为欺骗 更加贫穷的阶层 那他这个阶层呢 被上师阶层所欺骗 这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 而这条食物链 我觉得是需要被警惕的 等于说 我们的发展的逻辑 不能够在以那么多的 不合理的规则 让有一些人报复 也不应该让这个 所谓的这个上师阶层啊 去骗大规模的欺骗社会心理 所以就是说 产业化的心灵学啊 是需要警惕的 对 这跟心理学完全是较马事情 所以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 好像 你比如说 曾经有一个年代 我们都信毛主席 那时候大家感觉 也不困惑了 也不 对 现在呢 好像很多人去信人国妾 或者叫挖掘灵魂 对啊 那个 还有一些 他有高高低低的 各种层次的事情